介绍5款网络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是谷歌开发的跨平台网络浏览器 它于2008年首次发布 由免费软件组件构建 后来它被移植到Linux、MacOS、iOS和Android 成为默论浏览器 Chrome在个人电脑上拥有68%的全球浏览器市场份额 最常用于平板电脑 并且在智能手机上也占主导地位 并且在所有平台上占65% 浏览器 Brave创立于2015年 2016年1月20日 Brave推出了具有广告拦截功能的Brave第一个版本 并宣布了一个尊重隐私的广告平台之法 Brave于2019年11月发布了稳定1.0版 同时每月总活跃用户为870万 当时它每天有大约300万活跃用户 在安卓、iOS、Windows10、MacOS或Linux上 运行的Brave 1.0 支撑了几乎所有平台上的Brave的特色功能 2020年的11月 Brave报告每月有2000万用户 并且在2021年的9月 它的月活跃用户超过3600万 根据杜布林的一家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 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测试了6种浏览器 认为Brave是其中最私密的Opera Opera是尤其同名公司Opera开发的多平台网络浏览器 最初于95年发布 然后它是积极开发的最古老的桌面网络浏览器之一 最初10年它是一款商业软件 并且拥有自己专有的布局引擎 它的Web浏览器可用于Microsoft、Windows、Android、iOS、MacOS和Linux操作系统 移动版本称为Opera Mobile和Opera Mini 此外Opera用户可以访问基于人工智能平台 Opera News的新闻应用程序 2018年Opera Web浏览器的内置加密货币钱包发布 宣布它们成为第一个内置加密钱包的浏览器 Vivaldi Vivaldi于2019年发布了移动测试版 并且于2020年正式发布 截止到2021年底 Vivaldi拥有超过230万活跃用户 它有一个简约的用户界面 带有基本的图标和字体 还有一个可选的配色方案 可以根据正在访问的网页和背景和设计而改变 浏览器云许用户自定义UI元素外观 例如背景颜色、整体主题、地址栏和选项卡定位 以及其实验 它带有内置广告拦截器、拦出窗口拦截器和跟踪式拦截器 这些功能可以阻止侵入性广告 帮助网页加载更快 并且防止恶意广告和跟踪器 它带有内置的电子邮件客户端 支持IMAP和POP3 它还带有内置的Vivaldi日历用于管理浏览器中的事件 并且可以即时翻译网站 无需递相当的插件 是一个自由以及开源的网页浏览器 支持Windows、MacOS以及Linux 其移动版支持安卓 Firefox于2004年11月首次发布 并且9个月内下载量就超过6000万 获取巨大成功 使得Internet Explorer的主导地位首次受到挑战 Firefox在测试者当中颇为流行 并且因为其速度、安全性和扩展组件而受到承战 它目前是全球的市占率为35%到40%左右 是全球第二流行的网页浏览器